這麼重大對香港意義這麼深遠的運動 能夠有不同的角度和不同的人 去作出記錄是很重要的 最令我感受深刻的就是 第一就是喚起了很多記憶 第二就是我覺得無論鏡頭 以至訪問那些幾個素人 都很有力地證明了 這個運動其實是一個屬於全香港人的運動 可以說是我看過暫時這麼多 關於19年那件事的影片裡面 最有力的一套電影 我很希望所有香港人將會看到 因為它那個畫面和它的記錄都是這麼詳實 也鋪陳得相當之好 也都從很多素人角度去看這件事 我希望這套電影能夠推介給 海內外所有關心香港的朋友 我希望我們製作團隊做到的功夫 將這套電影推介給更加多的外國人 讓他們都看到這個香港的故事 我們不會只給政府說一個核口曲的故事 這套電影裡面有幾個對白印象很深刻的 他說有權救惡就大曬 這才是最壞的後果 大陸的那種野蠻的那種反文明 那種做法贏了的話 自由民主公義道德全部都沒有了 所有的東西都是一個從林法則 誰帶誰學誰正確的一個社會 這才是最壞的情況 我們現在就變成這樣的後果了 所以我覺得香港最壞的情況沒有過去 現在香港才是最壞的情況 另一個對白就說 只要那個運動還沒有結束 這件事就不會完 我們要做力 令到這個說法成為事實 因為這件事確實是不會完結的 如果你們兩者會來的話 我們不就要做好多غ as 再來一下 我們要做好多數事實 我們不應該是不就的 然後就不要到別的 我覺得我們先這樣 我們不可以 做好多數事實